好的 那麼在經過這幾天的體驗騎乘之後呢 今天我們要來進行的就是這台黑箭401 我們的一個觀眾QA問答時間 今天呢這個場地稍微剋難一點點 因為後面呢正在下著非常厲害的午後雷震雨 所以說我就找了一個不會聽到有的地方 來跟大家做一個QA 首先呢我們一樣先從臉書的這個問答開始 這一次的這個QA提問的觀眾相當的多相當的踴躍 也代表呢這台車的這個熱度啊 應該是相當的高 所以大家才對這台車有這麼多疑問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有個車友詢問 他之前有租過一台 然後呢他說他租的那台車離合器的接合點非常的遠 而且呢空檔不好找 他在詢問我這台車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首先就離合器的這個接合點而言呢 這台車它這個離合器接合點 我個人覺得是還蠻OK的 可能是因為這台車有保養過的關係 所以它的離合器並不會難找 像現在呢我把它打到空檔去 然後把它動 然後接著呢我們把車扶起來 踩入一檔 它的這個空檔呢大概是放到這個地方 一半左右車就會開始動了 所以它的這個空檔會不會難找 我個人 所以它的這個離合器的間隙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倒是空檔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 有沒有空檔就不大好找了 我現在打回空檔了 這台車它的這個離合器的間隙 我在網路上有看過一些車友 他們可能都是剛拿到車的時候 組裝線上面沒有把它調整好 所以才會有一些車主反應說 離合器的這個接點太遠的問題 那以這台車來講它有做過一次保養了 所以說它的整個離合器接點 我個人覺得設定是還蠻OK的 但是空檔的部分就無解 空檔的部分 這台黑箭401呢 真的是 我騎過所有這個390逐系引擎裡面啊 空檔最難找的一台車 之前我騎390 ADV 我就覺得空檔蠻 空檔蠻難找 但是在401呢 空檔更難找 再來有個車友 他說這台車被小阿魯電好玩的 還會被小阿魯超車 我不知道是什麼狀況 但是就我自己的體驗騎乘 這應該是很難的事情 以動力來講 以車價剛性來講 以它的各方面表現來講 這台車的整個 輸出的表現跟它加速力道 絕對是贏過小阿魯 非常非常多的 那再來一個就是 椅墊會不會很硬 這個問題真的問的太好了 椅墊會不會很硬呢 這台車的前座墊啊 真的是致命傷 非常的欠改 那這台車前座墊 它因為它的車身中斷採用的是一個 街車融合滑胎車 跟越野車的一個造型 所以說大家可以發現 它這邊是往上翹 可是呢 這邊往上翹的時候 這邊 兩邊的這個發泡棉啊 厚度它都是因為這個圓弧狀的關係 它沒辦法做太厚 所以你在坐上去的時候啊 你用手去壓這邊 很快就可以壓到 欸 這邊怎麼是硬的 它的發泡棉非常的薄 它在兩側這個發泡棉太薄了 所以說 像我體重這麼重的人坐上去呢 我的大腿內側跟屁股 就是壓在這上面 就會非常的不舒服 因此呢 大概騎乘個一小時左右 我的屁股就會開始有點抗議了 所以這台車它的整個 坐墊的舒適度啊 我覺得是非常的欠改 尤其是前坐墊 然後呢 它的這個油箱的加持度啊 因為後面有人在問油箱夾持度的部分 我現在順便一起回答 油箱夾持度的部分 這台車因為它的這個車身造型關係啊 所以說 它的這個油箱造型 它是一個往前的設計 它不像一般車 它是一個往外擴的設計 讓你的腿比較好夾持 這台車你在人坐上去的時候啊 像我這樣坐上去 好 然後呢 我的這前面這邊 大家有沒有看到 是夾不緊的 如果像我這個大腿肉比較肥的話啊 我的這個膝蓋這邊 就沒辦法像一般正統檔車一樣 可以很緊很穩固的 夾在這個油箱的外擴的這個線條上面 這台車呢 它的這個坐墊造型設計啊 再加上它的這個前面殼的造型設計 讓它的這個夾持性跟穩固性 並沒有辦法像傳統的街車這麼的好 再來就是它的這個前面這邊 它的殼跟這個坐墊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斷差 所以你再夾起來 如果你夾得很大力的話 是會有點不舒服的 因此它的整個夾持性啊 我覺得並沒有非常的好 那再下一個問題呢 就是有人問說 這台車能不能去水牛坑玩 還有就是它的越野能力如何 這個問題是相當多觀眾在提問的 我就一次回答 首先就它的整個越野能力來講 這台車在拿到第一天 我有把它騎去水牛坑 那騎乘起來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可是呢 僅止於輕輕小小的體驗 就是它的一些碎石路面啊 飛鋪裝路面啊 或是說你在草地 跟輕微的這個泥土路 它可以勝任 可是當今天呢 你遇到一些 它的這個坡路比較大 或是說你要過一個土坑的時候 這台車它就沒有辦法了 甚至是說 你要把它拿去飛飛跳跳 這絕對是沒有辦法的 這台車 它算搭載了鋼絲框 搭載了這個越野跟公路的兩用胎 還有一個金屬的下護板 但是呢 這台車它絕對不是一台越野車 它頂多呢 只能算是帶有跨界風格 然後可以讓你小小的體驗一下 在飛鋪裝路面騎乘感受的一台街車 你要把它拿去飛飛跳跳 或是說像390ADV一樣去爬個土坡啊 過個越障啊什麼的 它沒辦法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從這個畫面上來看啊 它的整個離地高度其實不高 就跟正常我們正統的街車一樣 它的離地高是不高的 雖然它有一個金屬的下護板 可以防止它撞到土坡的時候 排氣管受傷 或是排氣管位置跑掉 可是呢 就整體的騎乘來講 它還是一台街車的調性 而且呢 它的懸吊行程也沒有因為這個跨界的需求而加長 所以說你在騎乘的時候 在過一些越野的路面的時候啊 它的懸吊是會跟你抗議的 這點呢 就是大家潛藏即止就好 不要真的把它當越野車去那邊飛飛跳跳 車子的懸吊很可能會掛掉給你看 那有觀眾說這台車很迷你 沒錯 這台車真的真的很迷你 那天第一天把車騎回家的時候呢 我把車庫的FIDO跟它放在一起一比啊 哇原來這台車它的整個車身的寬度 就在它油箱中那邊的寬度啊 還比FIDO窄 所以這台車騎去外面呢 除了有些比較短的這個機車格 它可能停不下去之外 正常磁碼機車格 這台車絕對都沒有問題了 它的整個大小啊 它除了軸距稍微長一點點之外 其它跟一般的小檔車都差不多 好 天上雷公一直想 我們繼續來回答問題吧 下一個問題就是有朋友詢問它的坐墊舒適度 還有它跟KTM雙升車的一個差異點 坐墊的部分剛剛我有回答過 我們來回答一下它跟KTM雙升車的這個差異 就這台黑箭士尼而言呢 它的雙升車款就是KTM的390 Duke 這台車它在騎乘姿勢上面 比390 Duke更加輕鬆 而且呢 它不會像390 Duke給你一種就是 比較運動比較張牙舞爪的感覺 這台車雖然看起來呢 它比較走的是一個復古融合現代的風格 帶點跨界 可是呢這台車它的整個騎乘調性 靈活度跟它的整個騎乘的體驗呢 是非常非常好的 它跟 Z900 RS有點接近 就是它的外型看起來好像就是 比較復古 然後比較這個比較怪一點 可是騎乘起來呢 你會發現 欸這台車它非常的靈活 而且它的整個扭力 輸出非常過癮 騎乘起來是非常有樂趣的 跟390 Duke相比呢 我覺得這兩台車它的公油的曲線是有所差異 這台車它在騎乘起來的調性是更加的活潑 你可以用一個比較輕鬆的騎乘姿勢 享受到一個比較靈活的一個騎乘感受 再來一個點呢 就是這台車呢它跟390 Duke相比 它比較重 390 Duke它公布的乾重是149公斤 這台車它的乾重是152公斤 可是呢 因為這台車它的油箱比較小 它的油箱只有9.5公升 所以在加油之後 這台車它的實際上車重 有可能是比390 Duke還要來的輕巧的 因此在這級的騎乘下來呢 我是覺得整個靈活性是非常的好 騎乘起來是非常享受的 再來就是它的輪框是採用鋼絲框的一個設定 在一些路面比較不好的這個彈跳的時候啊 它的輪框也可以分散掉一些些的這個 多餘的這個路面的不平穩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它們兩者之間的一個差異點 那有朋友說半離合要到手掌打直 應該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可能是出場它們的調整上面沒有調好的關係 那我自己騎到這一台車是沒有這個問題 它半離合相當好找 好有個朋友來問這個問題 就是390跟401會選哪一台 其實就我自己個人的理性面來講 我會選390 畢竟390它採用是相同的架構 然後價格也比較低一些 而且呢在台灣的這個車主數量也稍微多一點點 而401呢它的售價已經跨過30萬的這個門檻了 可是就感性面來講呢 我會選黑件401 為什麼呢 因為這台車它的外型啊 你慢慢的去跟它相處慢慢去品嘗之後 你會看它的外觀真的是別有一般風味 連我老婆呢這幾天看一下也就是這台車 越看越有感覺越看越對味 那像是07哥呢 他看到這台車更是一眼就愛上 騎過之後更是喜歡 那就這台車的整個騎乘體驗感受呢 雖然大致上跟390duke是差不多的 可是就像我前面講的 它可以用一個更加輕鬆的騎乘姿勢 給你更加活潑的一個騎乘感受 那就整體來講呢 我覺得401它給我的這個活潑感啊 是我比較喜歡的 可是就配備面跟售價面來看呢 還有車主的數量跟後勤來看呢 我覺得390duke可能會是比較務實的一台車款 在台灣來講 但是就感性面來講 我會選401 那就理性面來講 我會給390 那有個朋友來詢問就是 這台車騎乘會沒力嗎 絕對不會沒有力 這台車它的乾燥重量152公斤 就算油水滿重之後呢 也了不起160幾公斤 它的整個扭力達到37牛頓米 配上這樣的一個輕巧車重呢 還有車架剛性等等之後 你在騎乘的時候 它的整個力道的傳遞 跟它的力道傳輸是非常非常飽滿的 你在市區騎乘1檔2檔3檔 你在脫離車車的時候 基本上你不用開到全油門 你油門開到一半它給你這個扭力的推送感 就非常充沛 讓你足夠快速脫離車陣了 所以就它的動力面來講呢 除非你是要去高架道路更加拼尾速 拼到140 150之後 不然的話在一般100公里以內的這個速域騎乘呢 它都是非常充沛有力的 而且非常的好騎 那再一個朋友詢問就是跟K10的騎乘感受有差嗎 雖然這顆引擎 它是由K10集團所提供的 但是不管是海獅瓜還是K10呢 都成功在這顆引擎上面做出一些分界點 像是390 Duke 然後390 ADV RC 390 這三台車它的整個引擎的輸出的特性就不大一樣 然後你在電子油門線 電子油門上面你轉動油門 它給你的回饋感受也不大一樣 390 ADV它是比較偏向全段的線性 而RC 390呢是比較偏向中後段 跟它的運動騎乘感受 390 Duke則是一個比較靈活的感受 那這台車呢更加的活潑 它的整個油門的開度 跟它節油閥的開度 你的油門開1 節油閥可能就是開1.5或是開2 所以整個騎乘上的調性呢 我覺得401是390逐系裡面算是最活潑的一顆引擎 那這當然跟它的ECU設定 跟它的一些周邊的配套 又有一些相關的關係 但是就整個騎乘感受上面來講 我認為這顆引擎跟KTM家族的同門師兄弟而言呢 是有做出一些些區別的 騎乘起來是有所不同的 好接著呢我們來回答Youtube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這台車是黃小潔那一台嗎? 欸很可惜不是 如果是的話我會請他簽個名 然後再拍給大家看 然後再來就是 油箱真的難夾嗎? 會到不舒服的程度嗎? 這個剛剛前面有說明過 就是它的坐墊跟油箱造型設計的關係 所以造成它在這方面呢 我覺得是有加強的空間 但是 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的650R 有裝R2的這個3D列印的油箱貼 我認為 R2也許可以出一個 推給401的這個油箱貼 也就是它可能 這邊做的比較薄 然後前面做的比較厚一點 讓這個油箱貼呢 也可以發揮一個 外擴的這個形狀 讓你夾持會比較好一些些 哇這閃電還真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可以後天改善 可是坐墊的部分 可能要改就有點難 因為 你把坐墊的造型整個弄過之後呢 它的整個外觀的韻味啊 我覺得可能會跑掉 另外一個朋友是說 建議找奧地利版來試 印度版有點那個 我相信你在說品質的問題 可是呢 現在的新車只有印度版 沒有奧地利版本了 再下面一個問題 請問雙載的感覺如何 我覺得雙載的部分呢 這台車它的前座跟後座 真的是兩個世界 這幾天呢 其實我有帶我老婆 去買一些東西 然後又帶她去繞一繞 大概半個多小時的車程 我老婆做完之後呢 她是覺得這台車 它在雙載的表現部分 及格 也就是後座表現 因為它的前座跟後座墊 是分開來的 所以它後座墊的這個發泡棉 跟前座是不大一樣的 前座墊的發泡棉 其實就是大概到這邊 那後座墊呢 它就這樣這麼高 所以說它後座的發泡棉 是比較厚的 然後乘坐起來 也是比較舒服的 那又是一個大的平面 所以老婆她坐起來呢 她是覺得她的後座舒適度 沒有問題 坐著半個小時 屁股不會有任何的 不舒適感受 再加上它後面有一個扶手 如果說你後座呢 是你的男性友人 或是說你可能 比較不熟的女性友人的話呢 他也可以去抓後面這個扶手 就不用這麼尷尬 還要找地方抓 這個是它設計不錯的地方 那下面一個朋友 他詢問的是 它的車子會很正嗎? 快排好用嗎? 就我自己接觸 這麼多台390足系的車款來講呢 我個人是認為 這台車它的整個震動表現 是在可以接受範圍之內 它給你的震動 就是一個引擎運轉的 一個震動感受 單剛引擎運轉 都會有的一個震動感受 那你說大馬 我個人是認為還在可以接受範圍之內 至少它沒有像是一些 組裝或是設計周邊問題 造成的一些共振等等的 像650大家都知道 就是會有右邊把手共振的問題 而這台車呢 在這幾天的騎乘 還有我騎乘他們的兄弟車 像是390 Duke 390 ADV R7 390等等 它都沒有這些怪癖的共振 所以就這台車的整個震動意志 我覺得是算及格 而且呢 它的整個騎乘感受上面來講 這樣的震動 我覺得反而會讓你覺得 這個車子有在鼓動 有在輸出的那種熱血感受吧 我覺得這個震動是加分的 對於這台車來講 它的這個震動 在代數上面 我也覺得自證是做的還蠻不錯的 這點我覺得是還OK 那快排的部分 我覺得不及格 以這台黑劍40而言呢 真的是我騎過所有390家族裡面 快排最難用的一台車子 就我騎過的390家族 有快排車款呢 就是390 ADV 跟最新款的RC 390 這兩台車的快排呢 除了390 ADV 有時候會有點卡頓之外 其他我覺得都做的還不錯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台黑劍401的快排呢 用起來特別難用 1 2 3檔 在低檔位 低轉速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換檔感受很卡很生硬 然後有時候 你三檔進四檔的時候呢 它還會發生卡檔的行星 所以說 整個騎乘起來 它的快排的使用上面來講 我覺得並不是這麼的舒服好用 那這幾天很多時候 我想要舒服一點騎乘 或是說 我在騎乘上面 在市區可能 我就是會用手動換檔的方式 因為快排換檔方它的頓挫感比較大 它並不會這麼的舒適 由於是你在載人的時候呢 這個快排的頓挫感啊 可能會讓你的後座非常的痛苦 因此它的這個快排系統 我覺得舒適度是不及格的 那再來下一個問題就是 煞車拉桿行程可以調嗎 會不會很敏銳 它的煞車拉桿跟離合器拉桿 都五段可以調整 然後它的行程 我覺得是還蠻OK的 就是你壓到大概這邊 就會有點感覺 然後壓到一半 它就會開始有手感出來了 那它的這個煞車的感覺 它是還不錯的 因為它是標配金屬油管 所以說它在整個煞車的這個手感上面 它就不會像橡膠油管來的這麼的Q 你在煞車的時候 它的手感是會比較扎實一點點的 再來就是它的這個避震器 會不會太硬或是太軟 我覺得避震器的部分 是協調性可以再加強 這台車呢 算標配了WP的前後避震器 而且它的這個WP的前叉是非常粗的 可是呢 這台車它沒有像RC390或390ADV一樣 加入這個阻尼可調的功能 或是預載可調的功能 所以說它在整個騎乘上面來講 我覺得是比較偏軟 可能是我的體重也比較重 因此呢在騎乘上面來講 我覺得是後避震要去配合前避震的軟 因為它的後避震預載是可以調的 然後呢 我拿到這台車的時候 它的後避震預載其實調的蠻多段 我是建議大家拿到車之後啊 如果你的體重不重 可能60公斤到80公斤這個區間的話呢 建議你可以把這個後避震的預載先放到全軟 最軟的地方 然後再慢慢的依照你的騎乘需求 我去把它做一點調整 跟前面的避震器做個搭配 不然的話 以我這幾天的騎乘來講呢 我是覺得前避震太軟 後避震的硬度 它的預載又太硬 所以它在過坑洞的時候這個彈跳啊 後面會彈的太快 然後呢 前面會沉的有點太快 因此就會有一點點前後不協調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可以透過一些調整來完成的 當然最根本的解決方式還是 就是海獅瓜呢 把這個前叉加上可調的功能 再來就是時速90公斤的時候 會不會跟車架拉扯 這個我有點看不懂 其實 你應該是說龍頭在擺動甩擺的這種感覺吧 以這台車來講高速的時候 大概120 130之後啊 我是覺得它的龍頭真的會有這種輕飄飄的感覺 會讓你騎起來沒有這個安定感 可是呢 在110 190這個速度在做高架的巡航的時候 那天我騎西濱再接66快速道路 我覺得80到110這個區間 穩定性都還算可以 但是到110之後呢 它開始就會有點輕飄飄的 尤其是你在110之後 有時候你是在做超車的動作 你可能 退到5檔 退到4檔在超車 在拉轉超車的時候呢 你這個龍頭的感覺 你會開始 欸!它好像越來越輕飄了 所以說在 正常速度巡航下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在中高轉速 跟中高的速域上面呢 它的龍頭的 這個輕飄感受 跟它的安定性感受呢 會讓你怕怕的 再來有一個朋友他詢問 扭力表現如何呢 會不會有拉扯感 絕對有拉扯感 但是它這個拉扯感 跟大排西洋車款 是有所不同的 大排西洋車款 因為車重通常比較重的關係 所以它在出力 在爆發的時候呢 你可能感受到是一個很沉穩 而且是很有力的爆發推力 然後會在越後面越強大 可是這台車呢 它因為它的車重很輕 所以說你在 吹動油門的時候呢 它的整個力道來是相當快 它相當輕鬆就把你推出去的這種感覺 你會覺得 你騎在一台很輕盈的車子上面 然後它用很快的一個速度 把你推送出去 它的這個拉扯感受啊 跟大排西洋車款 是有所區別 可是呢 一樣都是非常有樂趣 而且非常好玩的 好 接著下一個問題呢 就是在詢問這台車跟CB300R的各方面比較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的非常的好 因為這台車呢 就我自己心目中的感受而言 它的直接競爭對手 真的比較像是CB300R 兩台車算價差的10萬 但是呢 這10萬的價差 你可以換來的東西是什麼 更好的車架剛性 還有呢 更強大的引擎輸出 更厲害的懸吊系統 更好的電控配備 跟更好的這個細節質感的呈現 像是發光的把手啊 然後易計標版顯示資訊豐富程度等等的 那有這些東西之後呢 值不值這個10萬呢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沒有騎過的話 你會覺得不值得 可是如果你騎過這台車的話呢 你會覺得這個10萬塊非常值得 那這兩台車的騎乘感受的差異度來講 雖然都是很輕盈的車種 配上一個輸出還不錯的引擎 可是 黑箭士儀它的整個輸出的感受 跟它輸出的樂趣的豐富程度呢 比CB300R還要來的好上非常的多 但是就整個引擎運轉的細膩度 震動的抑制 還有它的整個油耗表現來講 我覺得是CB300R會勝出 還有就是後勤的部分呢 因為CB300R畢竟賣的比較多 所以說在市面上的能見度 跟後勤保養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這點呢 我覺得是CB300R的優勢 而401的優勢呢 就它有更好的動力系統 更好的車架跟懸吊 它可以帶給騎乘者的這個樂趣表現是更多的 而且它的整個輸出是更加飽滿的 騎乘起來呢 我覺得如果你是樂趣至上的買家的話呢 401你會比較喜歡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全方面考量 或是說你的車子 可能要有一個比較務實面的需求的話呢 300R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項 還有一個朋友在詢問組裝的質感 其實組裝的質感 我個人認為是沒有什麼問題 像這邊 這個殼跟殼之間啊 它的這個公差 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的 它的殼雖然說你摸起來啊 它的厚度是還好 可是它的這邊邊的這個毛邊 其實都有收好來的 哇這閃電真大 再來就是它的這個車子啊 在你看得到的地方 摸得到的地方 基本上它是不會有太多這種 睿邊睿角的 所以組裝質感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 但是就像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它的電系啊 我覺得它的這台車 電系的部分真的要加強 390竹系的引擎車款呢 不管是RC ADV還是這台車 電系 這些插頭接頭的防水 或是它的整個整線等等 我真的覺得 這是有待加強的部分 好下一個問題就是 這台車很適合台灣 坐高比CIF300低不少 欸確實沒錯 這台車比300還要低 可是呢 因為300是越野車 所以這樣比好像很不大對 其實老實講 300它因為是越野車 它的懸吊其實比較長 又比較軟的關係 所以說 在人坐上去之後 300它的這個懸吊 壓縮的量是很大的 因此實際上 兩台車其實很小 我覺得輕鬆度是差不多 好最後一個問題呢 就是內胎維修的更換麻煩度 還有它的油耗 跟170公分以下 雙腳的制定性如何 首先就輪胎的問題來講 這台車它採用的是一個 鋼絲框有內胎的設計 對於一般的車店來講 確實維修上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現在很多車店呢 它只會用無內胎的這個修補技術 就是直接插一個漏條進去 把這個破胎處呢修理好 那如果是有內胎的車款呢 你可能要去找 比較傳統的老師傅 或是說會修越野車的車行 或是有在經銷這種車款的車店 它才有辦法做處理 因為你可能要拆輪框啊 然後拆輪胎啊 把這個內胎拿出來修補 那補內胎的東西呢 又不是一般車店會有準備的 所以說就維修的麻煩度而言 會比較高 可是呢 你如果對於這台車有愛的話 你在購買這台車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可以先去社團裡面 打聽有哪些店家會處理這個問題 以後遇到的話呢 至少不會找不到地方去修 那再來就是它的油耗部分 之後我會再做一個油耗測試跟大家分享 那以目前來講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大概就是在 22、23左右 然後 170公分以下的這個雙腳著地性呢 那天其實我請林希哥幫我拍動態 有讓他試騎一下 他的這個雙腳的著地性 他是覺得有點高 但是還可以接受 可是呢 就是要放單腳 或是說兩隻腳稍微有點電硬 才可以就是騎上這台車 那就我老婆身高163來講呢 他是覺得這台車 他不大想騎 因為他放單腳騎還是覺得有點太高 這個部分呢 其實跟他的後避震器有很大的關聯 因為他後避震器的這個 預載是還蠻硬的 他彈簧是很夠力的 所以你在坐上去的時候 他後避震的壓縮量其實並不會像一般車來的這麼的多 因此呢 你坐上去之後 他的下乘量不高的情況之下 你就會覺得他的坐量好像比較高一點點 對於170公分以下的這個車主來講呢 你可能要適應一下下 他的座高是稍微有一點點高的 但是呢 因為這台車啊 他的整個車重非常的輕 所以這個部分 克服之後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大問題了 因為這台車跟390duke 其實有蠻多女性的車主 而且身高都不高 他們還是騎這台車騎著相當的熟練 這個問題啊 我覺得只要上走之後 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黑鍵401的一個觀眾QA啦 拍了很久 從地板乾的拍到地板濕的 然後現在外面依然是打雷閃電交加 所以等一下我在這邊躲個魚再回去吧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我覺得如果你看到這裡 什麼三gadoасX漫的時候 是不用一分cession 如果人可以看到的 還是要視慢